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女士告诉我们 从正月初八开始算计 自己已经有四五天没回家了 刘女士说 自己的这次离家出走 更像是一次负气出逃 而这次来金牌调解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 我想知道她有没有在乎我的感受 那么一心想要向丈夫 讨个说法的刘女士 能等到对方的回应吗 第二天上午 我们就见到了 从老家赶来的宋先生 一见面 宋先生告诉我们 这几天 自己骑的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六身无主 把我们全家 包括她的亲人短信 包括电话 微信 全部拿黑 也彻底联系不上 对 来金牌调解的前一天晚上 她通过微信告诉我 她在这里 第二天等于我就赶过来了 你出乎意料吗 她在这种 这次出乎意料 一边是满腹委屈 对另一半 倍感失望的妻子 一边是心机如焚 却障碍摸不着头脑的丈夫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刘女士选择 在正月里离家出走 她和家人彻底失联的背后 到底是因为对丈夫的失望 还是另有隐情 而风尘仆仆赶来调解的宋先生 又能否把妻子带回家 调解马上开始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瑜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刘女士和宋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感觉不到老公对我的那个关心 一点都不平衡 我希望她能改变一下 如果改变不了 我觉得这个 会走到这个灵魂的这一步 你刚刚说的这个不平衡 是指什么不平衡 因为她对她的父母 妹妹都是 一直都向着她 不管对错都是向着她 那宋先生呢 你对我家人不满 你可以说出来 我们觉得我做得不对 我可以改正 我们家里人包括我父母 都是对她相当好的 她的性格是比较强势 所以你是说 她有这样的感觉 是因为她的性格强势导致的 对 而不是因为你 对你的家人更好 对她不好 对 没有 刚一开场 刘女士就表达出了 对丈夫偏袒 自家人的不满和失望 但宋先生这边 却似乎是有些不明所以 在他看来 自己是个有错就改的人 家人对妻子更是毫无怨言 反倒是妻子自己太过强势 如果按照她的这个说法 强势的刘女士 为什么要在争议里 主动离家出走 而她口中 妻子的强势 又指的是什么呢 初期的时候要过生儿 我就觉得 我婆婆住在我家 行闷是吧 那我是送你去 小姑子那里吧 然后她就说 好啊好啊 她就特别喜欢去她那里 吃完酒 我就去接她 她就不想回来 她说过两天 我说明天我都要吃吧 要请人家吃饭 我要做饭的 我说你帮一下忙 她不愿意回来 后来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你到了七老八十 如果你女儿 愿意留在那里 那我是挺高兴的 是不是 这句话被我小姑子 在房间里面听到了 然后气凶凶地跑过来说 你照顾她了吗 你要她的时候就要她 不要她的时候 就踢一脚这样子说我 他们两个几个人都在那里 也不说话 这样气的我就 简包就离家出走了 因为我实在难受 因为在家里都没有一个人 站在我边上说 帮我说话 你那个时候 你是希望宋先生怎么做 我是希望他就说 他那么凶的话 你要站出来 因为我把他妹妹带到北京 做生意 说实话也挣到钱了 你应该要向到我这边站出来 你说你不应该对嫂子 嫂子对你这么好 是不是 所以你希望他能够帮你出来 挡一挡 说句公道话 对 当你要离家走的时候 那一刻他也在家 他在家 他没留你 他说让他走 让他走 他这样子 本来就气 他还这样子 让他走 让他走 我就真的走了 我十多年 我没有走出过离国家 我就这一次 这一走走了几天 走了有十五天 到现在还没回去 我看来这个是很小的事 就是说我母亲 她一个是反应比较慢一些 再一个三天两头的 又说又把我母亲 我父亲 接到我妹妹家住 那住一天又接她回来 过两天又接她去 老年里 一个大包小包的 老是拿来拿去 就是说 来了我就多住两天 其实刘女士生气的是说 你没有任何帮助她的地方 我帮了 就是我妹说了那句话 我就说 我说现在是过年 等我们把年过了 正好她明天要做饭 有客人来 我就让她回去一趟 我说至于两个老年 我说等我们 这个事结束之后 再来说这个问题 这个算不算帮你说话 我没听到 如果说了就不会吵架 是不是 小姑子就不会跟我吵 那后来就是 回到家以后 她拿着衣服走人 你也让她走 留了好久 她那个性格是这样子的 一旦发起火来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阻止她 谁都难不了 你难了没问题是 难了 我拉着她 拉着她 她都非得要走 你要走 哎呀 我们拉 我也拉久了 你要走那你就走吧 就直接给她走 在我看来 其实就没什么事 那这个火哪来的呀 其实还是说话的 那个语言不对了 俗话说 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刘女士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对婆婆 一句无心的抱怨 竟会引来小姑子 这么大的怒气 而丈夫这天 人前不维护自己 事后也不安抚的态度 更是让她气不打一处来 但这场让刘女士 记忆犹新的家庭风暴 在宋先生这里 似乎都可以用一句歌词来形容 那就是天空飘来五个字 那都不是事 刘女士说 丈夫这种举重若轻的心态 只是针对自己 但凡是涉及到丈夫的自家人 那完全又是另外一番心态 她爸爸前年看病的时候 发了八九万 她说没钱没钱 她爸一生病 她一下子能拿出八九万 然后她就说 我没拿一份钱出来 不是家里出了八万吗 怎么叫你们没有出钱呢 要我拿私房钱 我哪有私房钱呢 是不是 我有几万块钱 我两个小孩 是不是要照顾他们 然后再有点钱 材料费还有什么 她都没还账 我都还了知道了 她就跟我说 她说我爸生病了 一分钱都没拿出来 过不过分了 钱是我给的 我就给了八万 八万但是不够 不够的情况下 我妹妹就拿出来了五万 也就好了 也就出院了 就是刚刚刘女士也说了 你出了不就是 你们这个家庭出的 不也有她的一份子在里面吗 那我只是说气话 我是私下跟她这么说的 哪里私下打电话 气汹汹地说 然后她妈妈也说 没拿一份钱出来 没去看她 你说你这样谁受得了 她对她的父母 就是说生病了 她就自己掏钱 掏多少钱 她不跟我说 我掏钱的话 她要一直看我的手机 然后我跟我姐打电话 她要一直这样盯着我 这次就是我妈妈 过六十大时候 然后我姐给我打电话 她说你要包多少 我说几姐妹 大概和姐包多少 她说要六千多 然后她也在后面听 吃不消吃不消 包那么多 怎么怎么一直在那里说 说了我就跟我姐姐说 我说那我就跟你们不一样吧 你们几个人商量吧 我到时候我跟妈说 吃不吃 后来过那个大事那天 我妈就因为我几姐妹 包得不一样 把那个手镯扔掉了 气了 妈妈在酒席上发脾气生气 是因为是嫌你们少了吗 不是 就是嫌我们几姐妹不和 你知道吧 因为我包的少 然后我的三妹 她就买了一个手镯 她说她一个人出 然后我大姐就说 没面子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如果要是我包 就一样多 是不是 大家都不会因这个多少 会吵架 是不是 搞得我妈那天过瘦 把手镯一扔还哭了 你知道是不是 所以这个事情 你又想到了 是宋先生导致的 对 为什么我家里做什么事 你老是就是几顾几顾 不配合我是不是 老是就一直抱怨 一直在那说 这个是对你们家来说 承受这个钱 是不是确实有点负担重了 负担不是很重你知道吧 那是为什么呢 宋先生他是 对我家人就比较小气一点 对他家人就比较大方一点 明白 这个宋先生能解释一下吗 我只是提一个意见 但是做主权还是他 就已经包括他家人送你 包括什么你 你至于你现在包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给一个意见给你 因为当时六千多 可能来说压力有点大 手朗又不是很松 因为我当时我就是实话实说 我只说了一句 但是我后面我也没有干涉他 那后面他跟你商量到底包多少 你也没给个意见 他也没跟我商量 我跟你商量了 商量你说你不知道 跟你商量 我说你要管是家里的事 你要管你就管好 你去处理 要我管你 我说你就别说话 然后你又不管 不管你等我来做主的话 你又再插手 他就这样子 一般都是他做主 有很多东西我只是说说而已 但是我没有往心里面去 我做不了主的 在给双方老人尽孝心这个问题上 刘女士心里有了比较 一个是痛痛快快地出了八万 一个是啰啰嗦嗦地六千都没出 一个是原本出了钱 却没落下好 一个是因为没出钱 使得娘家人不团结 刘女士是越想越难过 越想越不平衡 和小姑子的这次争吵 也让她的情绪最终是爆发了出来 刘女士说 丈夫喜欢偏袒公共婆婆 自己也还能接受 可就是丈夫家的其他亲戚相比 丈夫心中的内感秤 也从来不会偏向自己 我带了他表哥 来北京做生意 做得不怎么好 然后就想走 后来在大家一起商讨的话 他就 他也不说话 他爸也不说话 他就说在这里怎么不好 发了这么多钱又浪费了 后来他老是在这数 一直数 数着我就接受不了 我就说 我说你回家吧 我给钱给你 我就这样说了 然后他就一直在那里说我 还给钱 那你去给钱 你这么有钱去给 我说当时你也不说话 是不是 你要我怎么做 我说 这个钱是什么钱 表哥开店亏了 亏了几万块钱 意思是说我把他带到北京 就要我来赔这个钱 知道吧 如果我不赔 他也是埋怨我 你看 现在把人家带成这样子 没生意了 他就一直这样子唠叨 不赔这个钱给他的话 这个表哥这里要不舒服 对 对吧 然后你不赔钱的话 宋先生也不高兴 对 说你把人家带出来的 唠叨这样一个结果 对 但是如果你最后 你把这个钱你赔了 宋先生还是不高兴 对 说你不应该赔这个钱 对啊 那这个事到底 所以说我赔也不是 不赔也是 他又想维护 又不想赔钱 对 结果就把你夹在中间 做了这个人 对 这个事情宋先生 我当时也是跟我脑袋说 这个钱 你确实是不应该要我要 因为你那个钱 你投进去了 我又没有拿你的钱 这个钱是 电珠里面 给电珠 他拿走 我并没有拿你一分钱 他就说是他说的 他满口答应了他 全都给他 然后呢 你不是在那里吗 那你也在那现场啊 我在那里 每次我在那里 我在那里 能有我说话的份吗 每次都是你做主 你怎么没有说话 我又没堵住你的嘴 我也没有出声 我也没有说 私下我跟我脑袋说 这个钱是不应该要 我问一下宋先生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做过你亲戚的工作吗 或者说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当初来的时候 你说好了的 那现在 你应该是搬出去 这个事你来做 而不是刘宇诗做的 没有 那到最后他出马了 亲戚还是不走 最后他说了 我给你钱 你走 亲戚走了 那你觉得这个是问题在哪 我可能前面没有做好思想工作 再一个 他的性格是相当极的 他一旦发起火 要人家走 他反正就是什么事 都能做得出来 我没有那么 那么没道理 你知道吧 你说话 你得要动下脑子 你动不动 你赶人家走 你又是你叫人家 我什么时候赶人家走 我说到附近租个房子 你怎么没叫人家赶人家走 你说三万块钱 包括学驾校的钱 你都给人家 包括房租都给人家 都能要 他是在这里数 他说这里发了钱 那里发了钱 知道吧 他发了钱 是本身也是发了钱 那后来这个钱呢 你亲戚来要了 要了 你又来怪刘女士 你是觉得他不应该去承诺他 对吗 我现在也没什么怪 你钱也给人家了 问题都解决了 我现在怪什么呢 怪就只能怪自己 下次再处理这个事的方面 还是要自己要什么 多思考一下 刘女士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要大家一起商讨 是不是 要站在我的前面 他去外面去解决 我希望他这样子 而不是说什么事都推给我 他不管 知道吧 等处理完了 他又觉得我处理不好 宋先生认为 正是因为妻子的冲动和鲁莽 才让原本无理的表哥 拿到了那三万多的本钱 但刘女士看来 明明是自己主动揽责 在表哥面前唱了黑脸 到最后 弄得自己里外不吃人 说到底 还是丈夫 根本没有真正在意过自己 而始终无法得到 丈夫理解的刘女士 也被生活中的压力 压得越来越穿不过去 我在家里压力太大了 因为里外都是我一个人 在这里担着很累 现在我小孩 现在也要我照顾 他爸妈说吃不消 要我照顾 孩子多大 孩子一个是14岁 一个是9岁 然后外面就是生意上订单 也要我 所以说有时候 他一生气 他老是拿我来出去 我就觉得压力挺大的 这里又要照顾里面 又要照顾外面 那平时店里的生意什么的 宋先生不能过去处理吗 他只管负责安装什么的 如果有什么售后 都是我来负责的 他不管客户打电话 他就关机或者不接 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的生意 就是说走下坡路 以前是做的是挺好的 因为跟他配合不了 你知道吧 外面的人都看我 他说你做得真的好 都没有 都挺佩服的 但在他的眼里就觉得 你说我没有一点本事 说我比不上这个 比不上那个 在他妈妈面前也是 一下子不好 他就说 你如果不那样凶 对着我妈 不是摆着脸这样子 我妈妈会 不会待在我家 他这样说 他都反正一直都是抱怨 你知道吧 从来没有说 他说我好什么的 我们俩话说话也挺少的 也就是说你付出这么多 在你看看 是没有得到他的一种认可的 对对 这一点信心会搞得到 在你眼里 刘女士 她是那种 离拜中能够操扯的女人吗 是有 我们全家也佩服她 但是她为什么感觉不到 反而觉得好像 在你这得不到一种认可 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这只是她认为而已 她包括我 我家里的人 其实来说 大部分都是尊重她的意见 有时候她发就否了 立马就难发火 有时候笑起来 就立马就可以笑 你觉得人家相信吗 生活中的压力 丈夫对自己的否定 都让刘女士 对未来充满了焦虑 尽管宋先生 在场上一再表示 自己以及家人 对妻子的认可 但这显然已经无法打动 一家出走几天的妻子 而此时观察员 朱永卓拿起了话筒 她表示 夫妻俩当务之急 是要转变在家庭中的角色 合理分工 才能化解矛盾 刘女士是这个家庭里面的毛 宋先生向这个家庭里面 那个盾 刘女士为什么向毛呢 就是毛它的特点 能够冲锋陷阵 你们家很多事情 该出头的时候 都是你来做 不管这个事情 做得对与不对 恰当与不恰当 所以你这个毛 它是一个冲锋陷阵的角色 但是这个毛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有点尖锐 尖锐的话 它有的时候会伤人 也会伤自己 比如说 你在想把母亲 就是婆婆 从小姑子里面 家里面接出来的时候 你说的这样一句话 你说 你要是七八十岁 在这个家里面的话 我就不管了 我没有说不管 我说七老八十 到时候她能留你住几天 那我高兴 这个话的话 如果我做一个 中立的人来听的话 有点伤人 宋先生 你是那种顿的性格 那么顿是一种什么性格呢 我觉得就是你会让 尤其是他在处理 跟你们家人的关系 不管是你的妈妈 爸爸 你的妹妹 还有你的表哥 显然让他冲在前面 去处理这个关系 就不合适 就很容易有矛盾 这个就是你的责任 所以这是第一个让 我觉得 你不应该让的地方 还有一个让 当他做完这个决断之后 你更多的是一个埋怨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老婆做事情 在我看来 肯定是有他不恰当的地方 但是这个不恰当的地方 咱们事后能不能够 平心静气的 不太埋怨的 跟他谈一下这问题 坦诚不公的去跟他交流 然后过后 咱有一个包容 这个事情做了就做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说你第二个让 不应该让 就是你没有去承担 这个丈夫 她一个包容的 这样一个责任 宋先生作为丈夫来说 你本来是应该起到一个 桥梁和调和剂的作用 去把一切的矛盾 去把它淡化弱化 去解决 去稀释 可是你所做的不是 你做的是油和醋 添油加醋 火上浇油 比如说人家这个婆媳事件 咱们的这个刘女士 那句话的确有所不当之处 可是这个时候 先生呢 丈夫呢 你本来是应该把 这些怒火全部平息下来 你可以和妹妹和妈妈说 哎呦 这个老婆 这个说话说不好啊 你们不要往心里去 然后和老婆这边 也安抚一下 哎呀 我妹妹她 你还不知道她的脾气啊 她也和你一样的 急性子 别往心里去了 可能这样 妈妈这些事情 其实也不是 一件很大的事情 妈妈就解决了 可是丈夫就说 让她走 让她走 那这个时候老婆就真的走 你们俩 是夫妻 给爸爸那八九万块钱 应该是小家庭一起的 即便你认为 这是我自己的小金库 但是你怎么能在 你的父母妹妹那边说 这就是我出的钱 跟我老婆没有关系 她一分钱都没有出 那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这不就是把这个矛盾 加剧吗 恶化了吗 你首先把自己的定位 放清楚 我是一个丈夫 家里的事情 生意上的事情 包括父母的 妹妹的 亲戚 这些关系 你都应该做一个 桥梁和调和计 只有把家庭系统 调整好了 夫妻关系放在首位了 我相信 你们家这个天平 会更加的平衡 家庭生活 也会更加的和谐 两位观察员都认为 宋先生应该主动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做好妻子和家人之间沟通的桥梁 而不应该做矛盾的催化机 这样才能重新挽回妻子的心 但在观察员武云看来 刘女士在这个家里尽管委屈很多 但自身的问题同样也不少 刘女士 您会说 当初我把她送出去的时候 她是很高兴的 她愿意去趟女儿呢 对呀 如果你真的是为婆婆着想 希望她高兴的生活 那婆婆表示 她很高兴很乐意 继续在女儿家待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乐意不高兴呢 所以你是有选择性的 在善待婆婆 我想告诉您 刘女士 老人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她哪怕愿意在女儿家吃苦受累 她心甘情愿 她自得其乐的话 你是要尊重的 不可以强迫老人的意志 明白吗 第二点 我觉得您应该思考的是什么 就为什么老人 她愿意乐颠颠地去女儿家 哪怕那她要去照顾孩子 照顾孙辈 她都不愿意回来 回到你身边 那个家缺少了什么 你所营造的家庭氛围 缺失了什么 老人不愿意在哪 所以我觉得 我们多看看自己做的 有什么不足 而少去指责老人 为什么做出那样的一些选择 还有一点 我觉得你一定要明白 就是我们在指责您的丈夫 不够独当一面 不够全力承担的时候 不意味着 你说错了话 做错了事 就是有理由 有依据 可以被原谅的 你知道 你为了逞一时 口舌之快 你去对着表哥说出来 说我全部承担你的损失 我来付这个钱 那个钱的时候 你又指望着丈夫 帮你把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给他圆回来 难道你不应该 负主要责任吗 您是一个成年人 您知道 付水难收的 你公共生病这件事情 你先生拿了八万块钱出去 对吧 可能我们在座的人 听起来 都觉得他不够尊重你 那我想问题 如果这八万块钱 事先是在你手里的 你先生跟你说 你公共这边生病 急需八万块钱去救治 你会不会允许他 拿这八万块钱出去 如果他跟我说了 我会同意的 那当你陈述 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现场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我听到的是 你说 我手里边就那么几万块钱 我还要养两个孩子 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往中拿 这几万块钱 是要还材料费 你知道吧 对 你还强调了这句话 对 那让我们有什么感觉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感觉 即使你老公 这个钱事先在你的手里面 你也不会主动地 心甘情愿地去拿这笔钱 去帮助救治你的公共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的小姑子和他们家人 对你有不满的评价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 第二点就是 关于你跟你小姑子的 这个对话的问题 你婆婆说的不回来 你直接就出一句 攻击性的话 那她要七老八十 能够待在你们家里 那我还挺高兴的 你这话谁听不懂啊 就叫攻击性的话 你丈夫拿没拿你 当自己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丈夫在你心目当中 是什么位置 你有没有把他当自己人 你先扪心自问一下 你在跟他家人对话的 每一件事情当中 你的内心 有没有事先想到过 你的丈夫 他可能在你的态度 和处理方式当中 产生什么样的感受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没有 事后你没有资格 说他 有没有为你说话 正如观察员李金平所言 只有将心比心 才能用真心换得真心 刘女士与其一味地 抱怨对方不够在乎自己 不如先把自己做好 才能真正融入这个大家庭 李金平的话 也让刘女士冷静了下来 但在调解员胡建云看来 夫妻俩除了要在心态上 做出调整之外 在平时的沟通上 同样要做出改变 要有真心实意 更要有甜言蜜语 当你所谓的 李家出走的时候 你内心对宋先生 有什么期待吗 我就希望他能向我道歉 就是说 如果他道歉你会怎样 如果好好沟通的话 我还是会听他的 宋先生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 他可能会这样想 当时没这么想过 当时他也不会说 说走就走 在你想象当中 会不会说 他离家出走 肯定就是无法联系 或者无法沟通 也不太可能期待 你说几句很软的话 对 好 我问这个话题 问这个问题 是想证明我心里面的 一个疑惑 在你们讲的时候 我就帮你们俩 分别写来句话 我写给刘女士的就是 有时候你会让大家不知所措 然后自己也跟着不知所措 给宋先生的话就是 你自己外冷内热 但是你却不知道他也是外冷内热 你看 刘女士离家出走的时候 按道理你出走 你就要出走得干脆一点 可是 你却在期待 他发一些软软的话来 拉你回去 宋先生呢 在刘女士看来宋先生也有点冷 是不是啊 而且老是不知道站出来 维护自己的气质 可是你从今天调解 你又看得出来 他心里面 对你 我认为还是有那份热 也有 也准备好了 该妥协的就得妥协 他并不是那种 带着一张硬嘴 跑到这个地方来调解 所以总的来说 还是掏心掏肺 人情味摆在那里 就是不掏好话 说话都是那种冷冷 硬硬的 直直的 让别人不知所措的 你看 大家都注意到了 其实刘女士像你 一看就是那一种 心里面对别人没有坏心眼 认道理 认自己想象的道理 但是她因为很直 她说话就是不太拐弯 不太柔情 也不太有艺术 那这个肯定是跟她的 这个为人处事的经验是有关系的 所以今天这么一碰撞 我觉得挺有意思 至少你会在你妻子的流亡过程当中 会看到流亡就是逃跑 你会看到你妻子原来对你 对这个情感 照顾是有期待 她那个时候多么渴望 有人出来打园场 所以她首先讲到的 你要出来调解 她多么希望你会发一句话 对不起 也就给她一个台阶 我想她更希望这个时候 婆婆或者姑子打个电话给她 哎呀没什么事别生气 我们都没注意到 我想她就是通通快快就回来 她躲在另外一边 很生气 等不到这些话 心里翻冷 所以她首先拉黑你 我是慢性子 对 你的慢性子就到今天 你才明白过来是这个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重新看到对方 原来是这样想的 是这样一个人 我们还是积极一点 就是以后 有些地方调整一下 调解员胡建宇认为 夫妻俩都属于外冷内热的性格 明明有爱有期待 却因为不善于表达 才让两个原本火热的心 越来越凉 胡老师的这番话 似乎触动到了 刘女士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泪水也在她的眼眶里打转 那么此时 宋先生是否有所领悟 又该如何挽回那颗 已经渐渐冰冷的心呢 密室里 宋先生首先就告诉五蕴老师 他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 积极主动地为家庭排忧解难 我感觉 我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 都听到专家们说了 我确实是深有感慰 下次我会注意 我得主动 主要还得主动 以后遇到一些和家人 会有矛盾的事情的时候 很简单 你多出面去周旋 你多出面去解释 你也要照顾到小家族 小家庭的利益 很多矛盾就会化解掉了 是 这点意识到了 现在意识到了 吴云认为 宋先生除了要主动 做好妻子和家人的沟通工作 另一个需要主动的 还是认可妻子的付出和价值 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 他为这个家 不管是大家还是小家 他是付出了 如果他有多么不舍 他恋恋不舍地 再回头张望着 希望你能够拉他一把的时候 你作为丈夫 为什么不伸出这个手来 我之前没来这里 我是说 你要不然你跟我过不了 你就回来说 或者你不想跟我过 你也就说 但是我现在 我没有这种想法 确实还是 是应该改变自己 对 要换个方式 老婆 我很希望你能够回来 因为我离不开 孩子离不开 这个家离不开 在密室里 宋先生的态度十分诚恳 他也坦言 自己会用行动证明自己 挽回妻子 在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廖显瑜 也和刘女士展开了对话 首先廖阿姨就告诉刘女士 直信死了她 以后说话 也要注意方法 你单纯 简单 是吧 有什么说什么 本来不是什么 不爱吃 但是你觉得就会舒服 不是 那是这样的 我觉得她跟我吵架 是吗 是吗 不是 总的来讲 如果是小姑子不懂事 假如说来 我作为一个嫂子 她不懂事 如果她说这个话 我结束不了 不是我很难结束 我也不跟你吵 笑着说 哎 你可能对我有误会 人家不是说吗 急的话 慢慢地说 生气的话 想一想再说 冰凉的话 热意地再说 就是处理一些问题 要方法 知道吧 你要记住 硬碰硬碑干什么 就被爆 你这样两个气球 挤在一起 蹦就爆掉了 知道吧 廖阿姨的这些建议 也让刘女士点了点头 但对于今后和丈夫的家人相处上 刘女士表示 依旧是有些担心 针对她的这个顾虑 廖阿姨决定 让夫妻俩一起到密室 手把手交了起来 下次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你只要站旁边 你就是条件员 你就是消防员 你就是把两边一拉 老婆这样的 好吧 来 你先到房间里去 把她推进房间 这边跟妹妹说 妹妹啊 你要知道 如果你这么一吵 这个家就乱吃一坡粥了 有什么事情我来助理 你要成熟起来 好吧 你不能让她两个人去吵 吵了以后 你站在那里半天 一哼都不哼一句 那她就会很委屈 知道吧 你是家里关键的人物 在关键的时候 起到关键的作用 在密室里 宋先生的态度主动了很多 刚一进密室 她就主动牵起了妻子的手 而廖阿姨的话 也让她不住地点头 但是她如今的改变 能否重新打动妻子 刘女士又能否放下 之前的不满和介怀 和丈夫携手回家 密室结束之后 答案即将揭晓 我们的栏目呢 在手机江西台 也会同步播出 您只要扫描 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一个官方的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地 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好的 从密室出来 我们继续回到 今天的调节现场 问一下两位 找到问题了吗 宋先生 今天我那个收获还是挺大的 也谢谢各位老师 今天对我的那个调节 给我上了一场很好的课 然后呢 老婆这里我今天呢 也认识到我自己的 不足的地方 下次呢 有什么问题呢 我会自己主动地承担起来 你就不要有那么多的担忧 一起努力吧 过去的都过去了 你就是说你平时就说话 以后要改变方式 要多听我解释 他已经有点改变 你能不能也改一下 我也要改变一下 我自己的方式 是 我们今天呢 就是从这个演播厅出去之后 我们就是从那个 外入内入 就是从刚才所说的是 从自己 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从今天我们全部把它改掉 迎接明 展新的明天 展新的明天 一个火热的明天 对不对 好好 谢谢各位老师 回家 好 再见 人们常说 爱在心底口难开 但事实上 爱有时真的要大胆说出来 说不出口的爱 道不明的在乎 只会让两个 曾经相互依偎的心 渐行渐远 而在婚姻生活中 除了需要甜言蜜语式的表达 更需要真心实意地呵护 当对方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时 你就在身边 当你需要一具温馨的关怀时 而他一直都在 唯有如此 婚姻才不惧风雨 感情才能历久迷心 希望经过这场离家风波之后 宋先生能够主动地为妻子遮风挡雨 而刘女士 也能对丈夫和家人多一些温柔 风雨同舟 让家庭更和谐 让事业更上一层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